这个男人绝对是个疯子 他竟不做任何保护措施 普手攀岩千里峭壁 可是这竟然是我国的一项飞翼绝技 起源竟来自当地祖先在悬崖上架设玄关的习俗 可是震撼远不止这些 毕竟是飞翼绝技 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身下就是身不见底的深渊 一旦坠落那也是凶多吉少 有的朋友说了 下面是水 坠落了也没事 那我们就看看没水的 突然团队里的二师兄不胜失足 被牢牢地挂在了峭壁的树枝上 但是经验老道的二师兄 还是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化险为夷 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可见徒手攀岩的危险性 是飞翼绝技就要有所传承 要不然就真的失传了 今天是师父考验小徒弟 是否可以成为真正蜘蛛人的时候 毕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师父只能陪着小徒弟走一半的路 后面的路还是需要小徒弟自己来完成 每一步都是在和死神战斗 一旦失败手滑 那真就是丢人丢命啊 在国外徒手无保护攀岩 也是极限运动致死率百分百的项目 这是攀岩大师亚历克斯 攀岩千米高峰的画面 你觉得我国的飞翼项目徒手攀岩 相较于国外的徒手无保护攀岩极限运动 哪个更厉害呢 面对接下来的路 师父还是耐心地给小徒弟出谋划策 叮嘱他安全第一 小徒弟也是个狠人 毕竟自身体重天瘦 加之学到了徒手攀岩的绝技 他显得游刃有余 在岩壁上如履平地一般 没有非常人的胆识 你都很难迈出第一步 经过十分钟的攀爬小徒弟顺利蹬顶 此处距离地面103米 爬上去容易但是爬下来难 于是开头的名场面出现了 老师父的单手倒挂更是看的人 腿都软了 小徒弟也不甘示弱 一个单手倒挂很是精彩 这也标志着小徒弟的徒手攀岩绝技成功学成 在全世界徒手下山攀岩都是难点 被称为死神的命门 这一出色的完成 也预示着小徒弟成为了真正的蜘蛛人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飞翼传承点赞